有一种说法 就是人上了岁数之后 就怕不能动 他不能动 他就会得别的病 心理上也会受不了 那个有这种说法 说有一种摔伤 关关姐这个摔伤之后 是他一生当中 最后一次摔伤 最后一次骨折 因为他摔倒了之后 在一年之内 上高龄的老人 可能会因此而死的 这么危险 对 很危险的 其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有这个观众 像我们咨询 关于跨户轴的这区域 疼痛的相关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帮着他出主意 你这么动一动 你那么动一动 是不是骨头坏死 说一些这样的话 但我们知道 这是不专业的 专业的问题 一定是你们临床 有专业操作规程的 那么做一个骨科医生 资深的骨科医生 你们是怎么给患者 进行诊断的 按照什么程序 一般来说 我们的诊断 首先来是看你的症状 它疼到哪 第二个就看它查体 就是你关关节活动的时候 你到底疼不疼 这活动必须有规范 你怎么活动 现在让培训团 教培训团做一下 大伙学一下 就能自己在家里 自测一下 框关节到点到什么程度了 第一个动作是曲宽内旋 我们把框关节先弯曲起来 然后左手抱住右脚 右手抱住右踝 左手往左边拉 右手往右边拉 做这个内旋的动作 如果出现两种情况 说明你的框关节 有可能有问题 第一个是做这种动作 或者出现疼痛 疼痛出现在腹钩 或者是屁股 第二个出现的情况是 活动范围变少 一侧可以内旋的很多 另一侧不行 可能提示你的框关节有问题 动作二 盘腿四肢实验 翘二郎腿 两只手压住框关节 你压的时候有疼痛的感觉 这也提示你的框关节 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我能感觉到疼痛 每压一下都能感觉到 很多疼痛 这种疼痛还真就是这个位置 这么说我这还真危险 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有 髋关节骨折的烦恼 您可以拨打栏目电话 024-2318-6065向我们求助 也可以关注 《疗世健康朋友会》 向我们留言